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嘛,连客栈都不好意思了,咱不好意思,可人家老白却很高兴,也写了一首诗,说,梦中握军手,问军义和如,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,白居义和原诊聚少离夺,写信就成了两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,每次收到原诊的白信,白居义都会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,再急得工,做也不管, 先把信看完再说,而且是反复地看,一直看到眼睛藤才罢休,有时为证,把军师圈灯前读,诗尽灯残天未明,眼痛灭灯游暗阻,逆风吹浪打船声,原诊也一样,每次收到白居义的来信,还没等看呢,眼泪就掀下来了,吓得家里人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, 时间长的家里人知道他这个毛病,每次给他白居义的信,都同时递上一条毛巾,也有时为证,远信入门先有泪,七警女哭愣何如,寻常不醒曾如此,应是江州司马书,最能体现两人心心相应的,是在唐元和四年八百零九年,远诊经过梁州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,梦见自己跟白哥哥一起游曲江,词恩寺,醒来后,还写了一首, 梁州梦,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就在同一天晚上,白居义和白行俭,李少植,正好就在曲江,词恩寺游完,还写了一首诗,同李十一罪一元九,在心理学上,这种心灵感应一般只会出现在双胞胎身上,极少数感情到了极致的恋人也会偶尔出现,那么,远诊跟白居义属于哪种情况呢? 还有一件事,可能大家会更感兴趣,就是远诊曾写过一首诗,叫仇乐天劝罪,最后写道,美人最灯下,左右刘恒波,王孙最床上,颠倒免起罗,军金劝我罪,劝罪意如何? 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王孙把美人灯罪了,目的是想跟他嘿嘿嘿,你老白把我灯罪,是想干什么呢?白居义同学,请站起来解释一下,不过,跟胡哥和霍剑花一样,华哥最后选择了心如姐姐,而远诊也选择了崔英英和薛涛,虽然最后跟崔姐和薛姐都弄得很不愉快,白居义有一首著名的琵琶行, 最后有一句作中气下谁最多,江州司马青山诗,教科书说,这是白居义在对歌女表示同情,其实都是瞎说的,我们看一部电影也会哭,你是因为同情他而哭,还是因为勾起了自己的伤心往事而哭?白居义很明显是因为后者,远诊去世后,白居义是最伤心的人,亲自给他写了纪文,与公园会,岂是偶然,多生以来,几离几何? 既有精灵,宁无后期,宫虽不归,我应既往,安有行去而隐在,提王而矛存者乎,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味历史,请关注微信公众号MASHAUHUA108